欢迎来到我们的芯片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条令人振奋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英国政府决定将一家旗舰级微芯片设施的数亿英镑投资计划 推迟到选举之后再做决定 看来半导体行业的大动作都要等到政治风波脾气后 在全球范围内 美国和欧洲都在加大投入 促进半导体行业的国内制造和供应链发展 英国这一拖延似乎让人有些坐不住 接着让我们来聊聊埃隆马斯克的最新预言 他认为地球上的人形机器人数量将超过人类 是的 你没听错 随着埃合机器人技术的飞速进步 这个预言似乎并不遥远 从本田的ASIMO到马斯克自家的Aftness 人形机器人正在逐渐克服以往的挑战 开始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并进行学习 不过这也引发了一些担忧 比如潜在的大规模失业问题 未来世界的样子真是让人既期待又忐忑了 最后我们来谈谈投资 尽管去年公用事业股的表现不佳 但随着预计利率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下降 公用事业股的前景看起来更加乐观了 对于那些寻找机会的投资者来说 现在或许是个不错的时机 同时美国股指期货因通胀疲软迹象提振向其希望而上涨 看来市场还是充满了变数和机会的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让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精彩的科技和投资世界 部长们推迟微芯片工厂计划 直到选举之后再决定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政府推迟了在选举之后 对一家旗舰级微芯片设施投入数亿英镑的决定 尽管有关方面担心英国在支持该行业方面做的不够 但这一推迟引发了解决 考虑到美国和欧洲正在投入数十亿美元 来促进半导体行业的国内制造和供应链 这一推迟引发了解决 半导体行业消息人士表示 他们被告知在下一次开支审查之前 不要期望在基础设施计划上取得任何进展 而这将在选举之后进行 为什么埃隆马斯克认为地球上的机器人数量将超过人类数量 英国每日电讯 埃隆马斯克预测地球上的人型机器人数量将超过人口数量 这预测仍然雄心勃勃 但人工智能和爱河机器人技术的最新进展 正在使这一现实更加接近 人型机器人在历史上一直在基本任务如下 行走方面遇到困难 著名的失败案例包括本田的 叶塞燕洛沃本田的阿叶梦 他在楼梯上曾经出现过困难 然而而i系统的进步使得机器人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 并通过观察人类学习 2022年马斯克推出了奥特曼 是一款能够行走挥手和搬运箱子的人型机器人 特斯拉计划在其工厂中使用它 英伟达也推出了旨在帮助人型机器人了解周围环境的软件 该领域的投资也在增长 英伟达微软和OpenEye最近投资了675亿美元的Figure公司 该公司旨在将机器人投入到仓库中 而亚马逊则投资了Gelgility Robotics 然而 一些专家认为 在制造业和仓储业中使用人型机器人尚未得到证明 人型机器人如果变得廉价和普遍可用 可能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的担忧也存在 两种方法让垃圾投资者参与一个现在陷入困境的老牌行业 假拿大环球邮报 2022年标普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用失业指数下跌了11% 凸显了在利率高时公用失业股的脆弱性 然而预计利率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下降 使得公用失业股的条件更加有利 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持有公用失业股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EF 从这一转机中受益 其中一个选择是Hashares标普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用失业指数ETF 该基金在Ford City的权重占主导地位 另一个选择是BNO等权重公用失业指数ETF 该基金具有更高的收益率 但在Ford Sink的权重较低 盘前美国期货上涨因通胀疲软迹象提振降息希望 加拿大环球邮报 美国股指期货周一上涨 此前数据显示消费者价格放缓 提振了美联储提前降息的希望 美国商务部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 2月份个人消费支出 PCE物价指数上涨0.3% 而预期为上涨0 呆报告提振了降息压注 货币市场预计 6月份至少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66% 而前一天为55%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报卫二职 翁涛周五表示 他预计未来的利率将低于现在的水平 但可能仍高于大流行水平 如果经济活动持续下去 美联储今年可能会降息三次 但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疲软 我们预计今年会降机五次 花旗集团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然而市场参与者预计 美联储将在即将于5月举行的政策会议上 为时利语不变 旺季英伟达亿万富翁们正在出售它 转而购买这两只高增长的人工智能 I股票 雅虎图形处理单元GPU巨头安菲利亚 凭借其在高计算数据中心中 占主导地位的强大GPU投资 正在乘着人工智能浪潮获利 由于这个原因 其销售额增长了两倍 但八位知名亿万富翁投资者决定出售他们在该公司的股份 原因是担心安菲利亚的高估值 以及包括谷歌亚马逊和微软在内的大客户 正在开发自己的人工智能GPU 的陆技能智能 相比之下 4位亿万富翁增加了他们在网络安全公司 Crowstrike股份 该公司提供基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企业保护服务 预计在未来十年 随着公司将数据转移到在线和云端 该行业将继续增长 另一家从人工智能繁荣中受益的公司是云数据仓库公司 现场公司 两轮该公司的估值被认为过高 其收入增长从三位数下降到约22% 台积电将与九州大学合作进行芯片人才培养和研究 日经亚洲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 TSMC预计将与日本九州大学签署一项关于半导体合作的初步协议 TSMC将派写员工作为讲师到该大学的半导体与价值创造教育中心 并将考虑未来的联合研究 这项合作旨在解决半导体领域的人才短缺问题 而TSMC在九州的第二个工厂计划 包括在该大学提供半导体课程 谢谢您的收看 顺便播报的内容是六团队荣事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4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4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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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W4